2014年12月18日 一段独白 一场之境 一片大雪 一群狂欢 影片以to be or not to be开场 而故事则围绕着old money or new money展开 这是姜文的问题 也是时代的问题 看完故事后 也许就变成了你我的问题 何谓new money 何谓old money 按理说这词 很难做到信达雅的翻译 但中文博大精深 网友之意 前者成为土豪 后者叫世家 世家通常竭力于土豪划清界限 无他太张扬 无论是你今天洗手的黑桃A 还是昨天新提的大牢 这玩意儿都不新奇 我书伯大爷多少年前都玩过了 而书伯们 用动则九位或十位数的财富 给子弟们上了一课 这时代 这地界 闷声财发财 树大必招风 所以小伙子少嘚瑟 你在那烈火烹油可劲张扬 那就少把火星子往我这引 这也就是为什么 格式里尼会指着五家大少爷的鼻子怒斥 随后便飞机起飞 目标东京 留下了满地打滚撒泼的new money 如此不禁让人狭想 东京会有那个意大利妞心仪的out money吗 也许 大概 保不齐 说不定 还真有 毕竟 那可是1920年嘛 明智开国已过 大正浪漫将来 咱们之前聊过了新贵的塔楼 年轻人的公寓 日子人的一户建后 今天 来给日本房产系列的短暂收个位 这次来聊聊 百年传承 世家庭院 东京老前锋豪宅 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英国有句谚语 It takes three generation to make a gentleman 意为 培养一个绅士 需要三代人的努力 一代报富 那叫新贵 二代守成 那叫子弟 三代不衰 才配叫世家 所以 基本上当年东京的out money 都集中在贵族 君头 财阀 地主 这几类人群里了 但是结合一下历史 日本在19到20世纪的短暂的200多年里 多次变天 先是流氓 佩里扣官 再到大明藩主 倒墓 最后 则是战神西乡盖棺 上演了一出 天阶踏进宫青谷 假地诸门 无一半的剧情 德川家倒台后 君头这一戏 基本就告别历史舞台了 曾经高大的城堡 也随之轰然倒塌 而相应衣服的武士阶层 也纷纷退出了贵族的序列 家底厚的 当个地主收收租 家底薄的 继续去当大头兵 但是随着日本近代化发展的推进 工商业高速发展 资产基地崛起 便催成了日本第一代财阀 财富赚了几圈后 这群老爷们 还是回归了人类执念的源头 土地 地主没钱就卖地 财阀有钱就买地 地皮宽敞了 那我的房子怎么盖呢 这还用说 历史的本质就是复读机 当年欺负我的老爷们怎么盖 咱就怎么盖 陈金南不都说了吗 反经复明的叫主义 抢钱抢姑娘才是生意 于是 第一代日式豪宅出现 风格源于当年的武士大明 这类豪宅如今的称谓是 和风庭院 其主要特征是 除了用于居住的房屋外 一定会搭配一个私人园林 而这种园林 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平庭 平庭指的是 周围被建筑或围墙 围合的内部庭院 它与人们的建筑内部的生活紧密相连 逐渐演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一年四季为主人提供不同的景观 与室外活动场地外 类似于中式庭院的原理 所以 两者的作用有相同之处 便于游玩 通风 和避暑纳凉 最早的平庭 建于京都的厅家 即古时候 京都的贵族老爷们 但是第一代的老钱们 本着该花绝不省的中心思想 园子一定是尽可能的往大了这 花草凉亭 食堂锦里 花园桥梁 石冬笼 枯山水 应有尽有 一块石头 甚至是一草一木 都可能是主人的小心思 主打一个浑然天成 但又不失巧思 比如在院角 用砖块围一圈 然后堆叠一些石块 旁边加个石冬笼 将自然浓缩于庭院中 却又方方面面地 透露出一股子精致 除去院落的精致 房子本身倒是古朴许多 这一类的宅子 多为木质结构 除了简单的茶室 卧室和会客厅外 并没有太多的功能区分 很多的房子 连餐厅都没有 基本上 都是以宅子里 单独的一间作为厨房 一个地灶放中间 全家老少 围着这口锅吃饭 长辈家长们 则是在自己的房间里 单独用餐 读为什么的 更别想 整体来说 这类房子 还是相对原始 以如今的眼光来看 美学意义 大于实用意义 如果要找个代表的话 大家就会看一看 热门的日剧 《圣者及正义》里的 第一季的第五集 剧中受惠一元的宅子 就是典型的和风庭院 虽然房子做了些 现代化的改造 但是从他们家池塘里 随便捞出一条锦里 能去LV换个包 从院子里挖棵树 能去4S店里 弄辆车 而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 叠加明治时期的 全面细化之风 和风庭院 这种差跡之美 被一部分精英阶层 视作是明晚守旧 而且在电机化 高速发展的年代 这种老房子 确实面临着 水变不变的问题 于是 他们将目光 放到了木末开国时期 建立起来的使馆区 在那里 新时代的弄潮 找到了自己的心仪的宅底样本 花园洋房 这一类豪宅的兴起 大概在大正年间 毕竟明治时期 考虑到整天打仗 出国流洋的人群还是太少 大家骨子里还是偏传统的 但是到了大正年间 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来了 老房子改水改电 确实麻烦 财阀世家的少爷们 也差不多到了 分家开府的年纪了 家里钱多地足 孩子想要啥房子 就让他盖呗 于是 当时的日本 出现了不少花园洋房 由于受到了 当时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豪宅 很多都是一种 和洋折中的风格 表现在室内的样式上就是 既有日式传统的木构 格子窗 又吸收了 欧洲建筑中流行的木幺臂 暖炉等元素 而这种风格 在后世被称作 大正浪漫主义风格 而这一类宅邸 也成了咱们这代人 童年动漫里 有钱人家的豪宅的标配 这里举几个例子 豆拉埃梦家的小夫家 明知丹克南里的新一家 注意哦 是新一家 至于毛利家 还得往后哨哨 好了 咱们知道了新一家的房子 是大正浪漫风的洋馆 就可以大体知道 室内是个啥模式 一般来说 这个时期的建筑布局 基本上是参考了 欧洲当时流行的布局 进门大厅 左手餐厨 右手会客 同时 一层用于会客 二层为主人家自用 而书房 大部分都是圆形的 周围没有窗户 全是书架 至于为啥 这不是为了防止 密室杀人事件吗 这里额外说一句 考虑到新一他爹 就是个写小说的 光凭稿费 应该置办不了这样的宰子 毕竟咱们也没有看到冬夜闺吾和村上村树 住洋房了 因此是主上传下来的可能性偏大 这么说 明侦探柯南换成了富家公子赛淘记 似乎也说得过去了 好了 玩笑几句 动漫粉轻喷吧 而此时的院子 通常都是两手准备 以房子为分界 要么前后分区 要么左右分区 做出了欧式和和式两种风格 如今 这类房子在日本并不算少 但存实的大部分 仍作为财阀的私产 不对为公开 可如果有朋友有兴趣 参观类似的宅邸 一览百年风采的话 这里有个推荐 位于东京西原的旧古河庭院 这栋洋房 最早是日本初代外相 洛宗光的宅子 后来在他的二儿子 被古河家族收养后 经过改造 就变成了一个日系结合的庭院 海猫名气之时的 洋馆原型和取景地 就是这里 动漫迷们可以来打卡 清晨这里 是满开枪威的古堡 是平高远眺的阳台 门口立着西装笔挺的管家 到了黄昏 沿着丛林小径走 一面瀑布流水 一面深山蝉鸣 怪不得江西的周公子常说 王侯将相就是种户 面目可憎 但却发人深省 大政过去 昭和将来 每日之间 发生了一些 纵所周知的小摩擦 结果就是 美军的飞机 帮日本翻了一遍土 以上两种老钱豪宅 大多不能免于战火 有幸存留的 后世 要么成了历史建筑 要么 是不对外公开的私人宅邸 而战后的麦大帅来日本总共干了三件事 拆财阀 告民生 送温暖 老钱和豪宅都消沉了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麦大帅在半岛陷了个大眼 看着吃紧的前线 又看了看紧吃的后方 麦大帅一咬牙 咱还是先苦一苦百姓吧 财阀拆解的动作先停一下 哥几个赶紧出手 咱把生产都抓起来 这时候逻辑就变得很简单了 战争需要烧钱 日本财阀有钱 您发布法律让我解体 解体就没钱 没钱就没办法资助战争 衣服都脱了一半了 您让我穿上 咱们这事 要么可以 要么不可以 你说蹭蹭不进去是个什么意思 奴家愚笨 听不懂的啦 麦大帅一看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法律不就是一张纸吗 大笔一挥 改 1951年 日美安保条约签订 两年后 修改反托拉斯法 大大放宽了对财团的限制 其中最重要的条款为 大财团可以持有竞争公司的股份 企业高管可以在不同公司兼职 意思是 马在跑 舞在跳 之前不是解散了 你们交叉持股再合并不就完了 同年7月 解散财阀正式宣告结束 在这么个历史背景下 再度智能起来的老钱们 又开始研究宅子的事了 结果摊开地图一看傻眼了 政府搞了几年的居民住房保障 歌舞寄厅 都他妈改成歌舞新村二期了 城里压根就没有好地皮了呀 娘戏逼的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 也去城外盖 反正我又不用上班打卡 还是老规矩 谁欺负我 我学谁 咱就罩着他卖大帅 在老家的宅子盖 于是 千叶的海边 横滨的港湾 清井泽的山路 以洞洞的现代化别墅豪宅 八地而起 直到今天 这里举个例子 去年年初的时候 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的马老师 与乡村教师搞了一场直播的云见面 考虑到马老师这几年不太通顺 很多人都想从他直播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结果一场直播下来 马老师云遮乌绕的话没听明白 但身后那栋房子 着实有点意思 其实早先马老师被爆出 已经和家人移居日本生活了大半年 那时就有不少人好奇 首富级别的人物都住哪呢 随后 据日本Friday周刊官网的报道 马老师现居温泉圣地 相跟的一栋高级别墅中 这是一座包含地下室 总建筑面积超过2000平米的 日式超级豪宅 从照片上来看 绿意环绕 惬意私密 倒是符合近几年低调的作风 该房子的产权 属于马老师的至交老友 孙正义的公司 其后 所有权转交给了 英属群岛的一家公司 江湖传说纷纭 有人说 马老师从好友手上 买下了这栋宅子 用于避世 也有人说 这是孙正义 送给多年知己的退休礼物 但无论是隐居之处 还是退休礼物 房子总该有个价格吧 由于网上公开资料有限 马老师的宅子 价格并无线索 但咱们可以通过 该地的平均价格 进行一个估算 清景泽 是日本最著名的度假圣地之一 全年都有游客来此休闲度假 其中最为出名的是 当年的披头士的灵魂人物 约翰列农 自从1970年 披头士解散 到1980年去世为止 列农几乎每年的夏天 都会带着妻子 小野养子 至此来长期度假 而清景泽 一直以来 另一个文明于世的抬头 便是首富聚集地 前有马老师 后有孙正义 而在这之前 另一位首富 比尔盖茨 更是买下了附近的一座山头 打造了一栋超级豪宅 除了购地自建 很多大手绘社 也在此地开发了众多别墅区 这里 我们随便找了套公开出售的房产 占地约2600平 建筑面积600平左右 售价是5亿日元 只和人民币 大概在2500万上下 那么我们等量代换一下 马老师的豪宅估算一下 建筑面积 大概是参考样本的3.3倍 占地面积估计会更大一些 我们取个整 算4倍 差不多是20亿日元 这和人民币1亿左右 是不是很意外 这个价格回到东京市内 也就是港区顶级塔楼大平层的价格 但是生活环境和居住体验 却天差地比 究其原因说 无非还是那句话 房地产 位置 决定价值 毕竟在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里 土地才是稀缺资源 如此看来 与其说新贵们过于执念塔楼 倒不如说是 因为塔楼 才是他们如今的最优解 有人曾说 别墅这种东西 如果你出生有就有 如果没有 那么你这辈子 也很难得到了 这是真相吗 得承认 是的 但这是全部的真相吗 恐怕不见得 过二代的江西周公子 可以理直气愣地在朋友圈说出 王侯将相就是种乎 但也可以回应一句话 这个世界是他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终有一天 会是你们的 世界的浪潮 依旧在奔腾 许有艰难 许有险阻 那些伟山台的和氏庭院 和山手县上的花园洋房 在诉说这上个时代的故事 而这个时代还在继续 故事也在继续 除夕快要到了 这里不祝你一帆风顺 祝诸位乘风破浪 咱们下期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